本分局西安內某處KTV在1月26日清晨50局發生一件殺人及傷害案件 發生後,本分局立即查知涉案林姓主權身份並積極查棄 全局與刑警大隊及刑事警察局震霸大隊共同組成專案小組 並在屏東地檢署檢察官指揮下全力追查林姓道案 經過多日來的逐步清查所有線索,以及兼閉清解釋的偵辦 逐一透過搜索等方式斬斷林姓的接應圈 在今天16日下午的18時許,於南州交流道附近的一處停車場內 居體涉案的林姓道案,並查獲涉嫌常立人犯的理性犯嫌 全案調查後,移送台灣屏東地方檢察署偵辦 會定是最終重 crucifix 索尚頭祈借 需要提供幣 需要以elpon 至 Rev Emily